首次上稿,13点13分更新时间,16点59分,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央气象局在今,13日,中午12点35分,针对全台湾发布豪大雨特报,气象局也持续在下午15点55分针对宜兰,新竹以南15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,请民众出门在外多留一天后状况。 气象局表示,受到西南风影响,亦有短时强降雨,今天台中市、彰化县、南投县、云林县、嘉义县、高雄市及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、新竹、苗栗、台南及东半部地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,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,低洼地区渗防淹水大雨特报范围包含,宜兰县、苗栗县, 新竹县、新竹市、台南市、嘉义市、花莲县与台东县等八县市,豪雨特报范围则位,台中市、彰化县、南投县、云林县、嘉义县、高雄市与屏东县等七县市。